佛经描写的末日景象即将到来 末法时代乱象不止 地球开始新一轮的大淘汰 世界将在七水一火中毁于一旦 我们对这种预见该如何看待呢 佛经 四法宝曼论所言 此等一切外气世间界 七火一水风吹离散时 进阶空空如也若太虚 表明大道宇宙 小到我们依赖的物质世界 一切并不是永恒不变的 最终都会因七火一水毁于一旦 实际上以科学的角度看 无论银河系也好 还是地球 月亮 太阳都是每时每刻在运动变化的 并且根据科学家推测 如今地球的寿命已达46亿年 太阳的寿命也有50亿年 很可能再过10亿年 地球就会面临灭亡 尽管许多研究结果不尽相同 但没有一个人认为 宇宙会永恒不变的存在 回望悠悠历史长河 虽然灾难和战乱 伴随着人类的整个发展史 但当我们对物质世界的认知 进入科技主导的时代后 全球乱象似乎更加越演越烈 我们所畅想的地球村 如今被地缘冲突 大国对抗所替代 各种疫病传染病层出不去 甚至威胁着每一个人 波及范围远超任何时期 释迦摩尼佛涅盘前预言 未来人类会进入末法时代 世界将在大灾难中毁灭 有人曾请莲花生大使慈悲开始 末法恶事会什么时候来临 其智慧 慈悲和服恶力量 于一身的莲花生大使说 当铁鸟在空中飞行 铁马在地上奔驰的时候 就是末法时代的到来 铁鸟就是指天上的飞机 铁马就是地上的火车和汽车 前所未有的物质繁华 并没有让人们混沌 内心的安宁和精神的富足 反而人人追求功力 毫无修行正道之心 致使道德沦丧恶病四起 各种社会问题严峻 可大部分人依旧毫无反思 如今困扰大家三年的新冠疫情 属于阶段性爆发 不会持续停留 但很可能在五年或者十年之后 以其他面目卷土重来 除非人类开始断恶修缮 竟为自然坚守本心 利用自己的慈悲心 化灾难与无形 如若不然 届时会有种种天机显现 诸种恶果感召而来 难逃末日命运 七火一水何时会将世界毁灭 地球将开始新一轮周期循环吗 根据玛雅人的记载 在地球的五十一年历史中 实际已经出现过四次文明 也就是说地球经历过四次大清洗 人类文明同样被毁灭了四次 而现在的第五次文明 是否已经进入了最后关头呢 反观前四次文明的毁灭 都是因为发生大洪水 地磁的逆转 以及地盘的重大变化 除此之外 我们现在还面临着 大行星撞击 地球核战争等灭顶之灾的威胁 而这些也证明 佛经中对末日景象描写的 七火一水都能一一对一 一个世界持续破坏 就会被毁灭后 迎来另一个世界的建立 然后再次走向宿命终点 末日迟早要到来 以此反复的生存 发展 衰败 毁灭 据社论所言 当人丧失良知道德沦丧 因果轮回彻底失去平衡 就会迎来灭亡 到时天空会依次出现七个太阳 对于这所谓的七个太阳 有些经论认为是七个真的太阳 有些经论说是太阳热度的七次大提升 具体而言 第一个太阳出现时 大地干旱少雨 树木园林 粮食作物大量汗死 江河湖海出现水源枯竭 人类活动受到严重影响 第二个太阳出现 使得一切溪流迟早干涸殆尽 所有草木都会凋零 森林燃起熊熊大火 人们怨天游人却无力改变 到了第三个太阳出现 一切大江大河全部干涸 四大阳也开始大面积缩减 风雨失调 地表均裂寸草不生 人们由于食物匮乏陆续饥饿而死 第四个太阳出现 四大阳滴水不剩 矮矮白骨随处可见 世界上的生命所剩无几 第五个太阳出来 地球渐渐会变成一颗火红的巨星 在高温烧烤下 十一年后 已无任何生物能幸福 第六个太阳出现 三千大千世界连一个微尘都不剩 宇宙星辰也相继消亡 没有了昼夜之分 当第七个太阳出现后 熊熊结火从地狱 一直烧到一禅天 即使泛天的无量宫殿也无法幸免 恶鬼旁生等全部变成空物 随后太阳也会在急速膨胀中爆炸 在七次大火后 日月消失 宇宙在虚空中等待几万亿年 在冷却后开始逐渐降雨 棒坨大雨连绵不断降下 那个时候 地球到处都是水 光明天以下 犹如炎融入水般毁灭消失 将世界变成一片汪洋 那么我们又能从末日景象中 得到什么指引呢 七火一水何时会将世界毁灭 在这个时空即将诞生无数的圣贤吗 在这个五着蔓延的时代 社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信仰单薄 道德滑坡 人人只顾追求世间名利 崇拜金钱 而放松了道德教育 众生福报很薄 现在人类很多行为 都是在自觉坟墓 沉迷假象犹如酗酒的人 醉生梦死 末法时代的许多征兆都已浮现 过度开采自然资源 破坏生态环境 导致洪水泛滥 冰雹雨雪 水土流失 使得地球的自我修复能力越来越弱 一位高僧大德说过 任何灾难发生的根源 都是因为人心出了问题 世间的发展规律绝非偶然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曾涌现出无数的能人先贤 承担起教化世人引导正道的众人 纠正人们所犯下的罪业 但我们真的开始觉悟和觉醒了吗 末法时代并非一个无法挽救的命运 佛陀涅槃前留下警示 唯有等弥勒佛将士 世间修正道众生才得以救度 我们能从中得到的指引无非是 只要我们内心朝着真善美的方向发展 那么巨大的天灾人火 或许就会悄然化解 当今社会 大家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每个人抢着把握命运 但难以把握生命 这种激烈的社会竞争 和剧烈的社会转变 使人失去了心灵的安详和宁静 所以导致了人心浮躁 这就是天灾人祸的根源 所以佛陀警戒我们 要射身口意守护根本 这样负能量才能不断衰减 当我们觉悟了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理 了解世间一切皆是原生原灭 幻化出来的像 正所谓万法皆空因果不空 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 能对世事的无常有明确的见解 不要像有些世间人 因为没有无常观 对自我提升修为毫不在意 最后什么都不成功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